我是赵少康 回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涨69点 台股昨天大涨了193点 美股昨天其实道雄小涨0.06个百分点 不过纳斯达是涨了108.58点 纳斯达高科技的涨得还不错 S&P500中涨0.47个百分点 费城办法提大涨1.19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英国小涨法国德国小跌 幅度不大 台股涨71点 高端 因为它解盲 昨天说它成功 所以今天又涨停 6月11号今天 今天6月12号 明天6月12号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今天晚到明天 东北部沿海地区及基隆北海岸 有比较强的阵风要注意 贝贝基今天温度25到35度 陶祖面25到34度 降与距离都是10% 很低了 中章头25到34度 降与距离10到30 云嘉南25到35 降与距离30到40% 高坪25到35 降与距离10到20% 宜兰26到32度 花莲25到31度 台东26到31度 还有外岛是24到32度 那这几个地方东部及外岛降与距离都是10% 很低 所以今天看起来温度比昨天高 比前天高 最高的西海岸 就是西岸的34 35度高一点 东岸31 32度 降与距离呢 云嘉南中山头稍高一点 也不高 拜登买5亿剂辉瑞疫苗 要送给92个国家 8月起运到 拜登在英国宣布 因为他去参加G7 将购买5亿剂辉瑞新冠疫苗 8月开始捐赠92个中低收入国家 美国中的拜登在英国会晤首相 江神之后和辉瑞药厂的执行长 博尔拉一同召开记者会 宣布采购5亿剂辉瑞新冠疫苗 捐赠给92个中低收入国家 预计8月开始配送 今年底要送出2亿剂 明年上半年交付3亿剂 美国媒体报道 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及非洲联盟 将受惠于美国这次的疫苗捐赠 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COVAX 将会主导这次疫苗分配 辉瑞药厂将依照非盈利价格来出售 这批疫苗 报道指出 捐赠疫苗成本大概15亿元 换算约414亿台币 将会从美国先前通过的救援计划中拨款 美国中的拜登强调 美国无条件捐赠疫苗 没有任何附加条款 不施加也不去回报 捐疫苗给全世界对美国有益处 因为只要有病毒还在其他地方肆虐 就可能有突变风险 威胁到美国自己 拜登敦促全球领导人加入 为陷入困境的国家分享新疫苗 加速疫情大流行的结束 美国讲完以后 英国也宣布要捐赠1亿剂的疫苗 G7说会捐给穷国10亿剂 到底一共 G7包括不包括美国这5亿 还是另外的 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捐5亿剂辉瑞新冠疫苗给穷国后 英国首相江森也宣布 将捐1亿剂疫苗 江森说即将展开的 七大公园国家G7领袖会分会 预料将同意捐赠 10亿剂新冠疫苗给穷国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捐赠5亿剂疫苗后 不久英国江森也说 英国会拿出1亿剂过剩的疫苗 捐助给穷国 江森办公室公布部分声明内容 指出由于英国疫苗计划成功 得以和需要的人 分享一些过剩的疫苗 如此一来将朝向永远打败 治疗疫病大流行 迈进一大步 预计英国在9月底前 先送出500万剂疫苗 年底再送出2500万剂 部分疫苗将送给特定国家 并透过新冠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COVAX G7七大工业集团的峰会 今天将在英格兰西南 康瓦尔举行 今天开始 包括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德国 美国 加拿大 这七大工业国家领袖都会参加 英国首相江森已经表态 将敦促各国领袖 做出具体承诺 致力于在明年年底前 让全世界都接种新冠疫苗 江森说如果成功 将是医疗史上的最大贡献 先求G7成员国 部长开会 卫生部长开会的时候 只重申会透过COVAX机制 尽快分配 但没有提出新的公平分配解决方案 也有组织已经公开谴责 G7的疫苗计划 是杯水车薪 慈善机构 乐视会估计 全球有将近40亿人 要靠COVAX才能取得疫苗 所以美国说 我要捐5亿剂 然后英国说 加1亿变成6亿剂 G7说会捐10亿剂 但是G7 你如果把英国美国去掉 只剩下法国 意大利 日本 德国 加拿大 这5个国家 会捐10亿剂吗 还是把他们英国 美国的这6亿都算里面 没有讲清楚 不过不管怎么样 至少他们已经开始在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都够了 都够了 当你够的时候 你那么多也没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就送给这些穷国吧 因为这些穷国也买不起 那台湾的处境就很尴尬 台湾是不是穷国呢 台湾好像不应该是穷国 台湾怎么会穷呢 台湾不穷啊 台湾的外汇存体有5400多亿美金 很多钱的 全世界第六大外汇存体多的国家 比这个G7还多 G7还有7个国 我们是全世界第六个 外汇存体高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取不到疫苗呢 所以你说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就是没钱也罢 人家搞不好还可以捐你 你有钱 而且你又说你有疫苗 你不是有疫苗吗 国产疫苗吗 所以那怎么捐你呢 所以有的时候人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 有些时候策略上要示弱 你不能每天都没跟人 要吹牛说多强 要示弱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 台湾其实是有钱去买的 并没有 并不是没有钱去买 所以你既然有钱去买 你就不要去占全国的便宜 从某个角度看是这样 你就出钱就是了 那为什么买不到呢 我们看 他现在这样讲 就是美国要送五亿计 然后找这个辉瑞 为什么找辉瑞 内情我们不知道 有几种可能 一种就是辉瑞好嘛 BNT好嘛 虽然我们不承认 台湾真的很有意思 台湾就说辉瑞是带路代工 就说这个事情这么容易查清楚 这不是很难查的事情 一查就知道你知道哪里出的 台湾都可以指路为马 把它搞成这样 明明是德国原厂产的 只因为他的代理商是上海公司 就硬要说他是大陆代工 然后民进党就开始一路带风向 包括蔡英文 蔡英文的可恶就在 你做个总统 你应该化解国内的不和嘛 应该促进国内的团结 这一个总统的职责嘛 你选举的时候也许说 这个原因那个原因 一旦当选就大家要团结 你也每天在那边喊团结抗议 那你做的事情 没有促进团结嘛 你也在那边带头讲 我们只有跟原厂买的 才有保障什么 你就是在分化嘛 你其实就在分化 只是有技巧的分化而已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记BNT也没有 郭董是要捐500万 影子都没有到现在 已经讲了半个月了 那为什么他们喜欢打 辉瑞BNT 因为川普打的也这个东西 拜登打也这个东西 AIT的官员 台北AIT也从美国 私下运进来 打了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大概觉得 辉瑞还不错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就是 他现在要求厂商 不要用商业的价格 用非盈利的价格 所以话就是说 你不要赚钱了啦 你就是成本 拿回去就好了 你做做好事嘛 那有些药厂可能愿意 有些人可能不愿意 这每个药厂不一样 对吧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愿意 我愿意用成本提供 有些药厂就觉得说 我干嘛用成本提供 所以 亏瑞要来愿意 既然愿意 那我就给你订 另外当然就产量 你产得出来 产不出来这么多的疫苗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回到赵少康 现在在北国自现场77点 刚刚说拜登要买5亿疫苗 都买辉瑞的 这里会觉得有点奇怪 川普当时下赌注的时候 美国这些大药厂 他都给钱了 不过辉瑞其实是德国的 辉瑞这个BNT是德国 德国弄脆后 再跟美国辉瑞合作的 那我刚刚有讲 有可能其他国家不愿意 用这个成本价 所以非盈利价卖 那现在卖多少钱呢 5亿计15亿美元 就一计3块美元 3块美元多少台币呢 3块多少钱 80块 84 现在大概28 85块台币 我们要买高端现在多少钱 政府出多少钱 买一计 他要买500万计 加500万计 800多块 所以我们买高端的钱 是AZ提供给这些 国家的十倍 而且人家都做完了三级啊 什么没有做完了 都已经在 其中做完了 还在滚动调查 还在滚动做 什么叫滚动做呢 就是比如我原来做 三万个 比如说这个 几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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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分配 后来我发觉 某些年纪我要再加做 比如说 17岁以下的少年 我要再加做 或将来小孩子要不要做 孕妇可不可以 或是不同的人种 有没有差别 就要再加做 就要很多的题目 要不断的滚动的做 这样 所以现在都在做 还在继续做 但是你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AZ一级三块美金 那我就讲说 第一个价格 假如说其他报的比较贵 AZ三块 而且又有效 那我就干脆给你买算了 那这个跟量有关系 因为你量大 量大我就给你价格 可能低一点 都有可能 商业的谈判 它有各种条件 不是那么实的 我就在想 上次美国 之前美国需要拿出 八千万剂来 那八千万剂 它第一批就拿出 两千五百万剂 所以我们为什么 需要给我们 七十五万剂 就从那两千五百万剂来的 两千五百万剂里面 给亚洲七百万剂 包括印度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给亚洲 七百万剂里面 我们需要给我们七十五万剂 记得吗 七十五万剂 两千五百万剂里面 就是我们分七十五万剂 第一批是这样 那五亿剂是两千五百万的二十倍 如果第一次 两千五百万剂给我们七十五 二十倍就是一千五百万剂 对不起 我这异想天开 它未来的 要给人家的五亿剂里面 我们能不能跟它讲 按照比例给我们一千五百万剂 可是有人跟我讲是不可能 所以它这个是给穷国 你台湾是穷国吗 我就讲 我一开始讲 这是我们的尴尬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真是个穷国 人家搞不好还真的给 你又不穷 那怎么给呢 师出无名 有一点 但是呢 我们虽然不穷 我们又没有疫苗 然后呢 那人家会讲 你怎么没有呢 你昨天都解盲通过 你的高端 你也快了 你有啊 你不是没有啊 人家是真没有啊 你是假没有啊 你有啊 你只是要求把六七月这段时间度过而已啊 所以你够了 所以我们实在是 真的是 也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你有钱 你也不知道去买 也买不到 昨天我才听说 他们是派了一个 食药所的一个鼓掌去谈判 人家以色列是总理出面 那你 你这个谈判的成绩很低嘛 很低 你就是 因为人 人会被 你的经验 所 所束缚捆绑啊 那他们就是 看说 我们以前流感多少人打 那我们就 以这个作为标准 所以以前流感呢 大概就是 你就是 六七百万人嘛 最多嘛 那你就要买多少 我不可能买 替两千三百万人买啊 因为不可能两千三百人都打到啊 他就说 那我用六成算好了 六成也可以打造机体免疫的嘛 其他也不必打了嘛 那两千三百万六成 多少 六三十八六二十 一千三百八十万 六成 一千三百八十万 乘二 两千七百万剂嘛 就就就就 所以我买个两千五百 三千万剂够了 然后呢 他用其他的疫苗的 这个状况 可能去跟人家杀架啦 什么乱七八搞这些东西 是搞今天这个结果嘛 我认为 比如最近闹那个好心肝 我看呢 好像那个许 许金川搞了今天三点 把他放走 我看有人去 替他谋不平啦 民不平啦 说他这么多年来 给 多少人打了这个肝 肝炎六十万 多少万 逼肝的那个疫苗 就了多少 只是呢 想象多年打疫苗 就被这样整 等等 当然有人要民不平 他朋友不少了 他们志工有很多了 昨天有个医生过去讲 他也可能受到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给他多 因为他平常肝炎疫苗打很多 譬如我政府有疫苗 我要 他打特别多肝炎疫苗 那在四月的时候呢 没有人要打AZ嘛 有的五月到期 有的八月到期啊 没有人打AZ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打 所以呢 我认为那个时候还拜托他们 今天你去问说 为什么给这六家 特权 那个时候没有人打的时候 可能要拜托你说 拜托拜托 你帮我赶快打完吧 否则过期到我被骂 民进党现在都是要骂柯P 对不对 觉得柯P最近声望高了 你赶快打嘛 一定是这样 我才给他嘛 如果那时候都打不够 怎么会给他呢 那为什么给他多呢 给他一千 一百瓶啦 一百瓶就是一千剂啦 因为他一年 可以打一堆B型肝炎的嘛 所以觉得他可以打疫苗 就是那个卫生局 那个股长 听说压力大了不得了 那个股长 他一定看着我过去的经验嘛 我过去就他疫苗打最多 但是那个不是 新冠肺炎 是B型肝炎 那管他 他反正疫苗打得多 他一定有本事 把疫苗打掉嘛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时间内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84点 我刚刚就讲了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他们给好心肝那么多 我在想可能是原来 他B型肝疫苗打了很多 所以我讲人就会对 被过去的这个印象 这个所影响嘛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人要打就给他嘛 那后来到了五月 而且他也打不掉 四月二十一号就给他啦 他怎么搞到前两天才打呢 他根本打不掉嘛 一定是打不掉 也没人要打 一直到疫情又起来了 大家就要打啦 那那个时候中央就讲说 所以现在各执一词嘛 好心肝这边就讲说 柯文哲了 他们不是要打许金川啦 其实许金川的蓝绿朋友都很多啦 他们今天还有一书哦 说你到时候把那个名单拿出来看 搞不好绿的高官比蓝的还多 那拿出来看嘛 那放下去给他 他也打不掉啊 他这不是B型肝炎 人家不要打AZ啊 那个时候啦 那后来疫情爆发 中央就讲了 只能一二三类可以打 其他不能打 那疫苗已经下去了 除非你做调查 说你打了多少 打不完了 我收回来 我现在不需要你帮我打了 因为我已经有人要打了 那很麻烦嘛 这公务员来讲 我发下去就发下去了 你自己想 如果你是个公务员 你已经发下去了 你最多只能说 你赶快打 你不能把他收回来嘛 收回来 你给谁啊 那个时候 所以呢给了他了 给了他就给了他了 那这时候要给一二三类打 平平都是诊所 我是这个诊所医生 我干嘛到你那边去打 可能有医生有顾虑了 不知道了 到底是怎样了 现在医生 钥匙也都不爽 因为不平折民嘛 主要就打科批嘛 民进党现在想尽办法 就要打科批 为什么他们觉得科批 现在声势又起来了 威胁他们的总统选举 所以就拼命打 这样就变成 昨天的情况好像就是 绿的就猛去打好心肝 打科批 蓝的就猛去打那个 新军院那个 什么丁一鸣 真正主要的关节 我昨天最早讲 就是数量不够了 你数量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 那现在转移焦点 就转移说 这个特权 那个特权打 因为大家很讨厌特权嘛 对不对 所以就很气 为什么我打不到 你打得到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很多人问我打了 没有说我没打 那他们很没打到 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打 但你终结还是你不够 你够了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你现在今天很多国家 就太多了嘛 美国足够了嘛 对不对 日本足够了嘛 还有多的可以给人家嘛 英国显然足够了 才有多一亿剂给别人 香港足够了嘛 所以这些国家 看起来都够啊 疫苗够啊 那为什么就我们不够呢 你政府当然要觉得很惭愤 你在编着各种礼物讲 谁要听你的理由啊 你是当家的嘛 你当家的就 柴米油盐酱醋 才要搞好 准备好 才有你当家 你不能当家 换个别人当家 你今天不能说 当家的 然后说 我抱歉了 我没钱了 他说我米不够了 米够买米啊 我买不到 那谁的责任 当然是当家的责任 你怎么当这个家 对不对 因为你当家一定 我们听你的啊 你有权利啊 你有声望啊 我们听你的啊 弄个半天什么 我们要米都没有呢 现在情况其实就是这样 你当家 你扯来扯去 就是你要给我们啊 不是我们选你干嘛呢 所以 我觉得 美国还是不错的啦 至少能够拿出五亿 其实蛮大手笔的 到现在为止 中国大陆 送加上卖 三亿五千万计 中间有的是送的 有的是 可能是卖的 那卖到底卖多少钱 你搞不清楚 我想他可能 半买半送啊 或是有些可能 借吧 让你欠着 他喜欢搞这套 或是贷款啊等等 所以他 三亿五千万计出去 那美国跟日本就紧张 尤其美国啦 其实美国就紧张 就是哎 为什么 老共搞这个疫苗外交 我也要 所以他从末角度 是被刺激出来的 所以我就讲说 竞争做好事是好事嘛 大家都竞争做好事 你看 老共三亿五出来 美国就五亿嘛 英国就一亿嘛 还说G7 还要再拿十亿嘛 大家都来竞争做好事 我觉得这是好事啦 英美签署 新大西洋宪章 要再查新光疫情的起源 就老美呢 一直念念不忘 新冠 到底从哪里来的 尤其川普那时候 一口咬定武汉的那个 什么实验室 开始说是市场 后来又说是实验室 反正就 他们就是想要搞清楚 但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了 不过反正查嘛 我觉得查就查 老共应该这个态度 查就查 怕什么呢 事物不可对人言啊 但是他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了 如果我是老共 我也想知道怎么来的 你如果是当局 你不想知道吗 怎么来的吗 还是说你私下有查 你不用老美来查 拜登跟英国首相江神在英国会面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签署 新版大西洋宪章 深化合作 此外呢 美英将成立全球疫情雷达 并且支持世卫组织 对疫情起源展开 新一阶段的调查 就WHO再去查 上次查的呢 我们不太相信 等等等等 今年是大西洋宪章签订的80周年 原版是1941年 英国首相邱吉尔 跟美国中的小罗斯府前顶了 当时这个大西洋宪章 因应新冠疫情 美国将设立新的国家流行 并预测与疫情爆发分析中心 将跟英国的卫生安全局合作 扩大对病毒的监测 基因序列 跟变异能的评估 所以人家是很积极的 并不是说因为疫情和缓等等 还是很积极的搞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的现场 拜登跟江沈在英国会面 因为拜登第一次当选以后出国 到欧洲 参加G7的会议呢 拜登说脱欧 英国脱欧之后呢 北爱尔兰 你看又北又英又脱 英国脱欧之后 北爱尔兰情势紧张 拜登拥有爱尔兰血统 在爱尔兰呢 还有远房亲戚 所以拜登曾经警告 英国如果在对北爱的问题承诺上呢 对欧盟出尔反尔 可能会危急美英贸易磋伤 不过英国首相江沈 今天说那美国的英国的欧盟 在保护北爱和平议题上 立场一致 北爱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血腥的 很多电影都演那个北爱 恐怖啊爆炸的 北爱要独立嘛 好惨 然后后来反正各种政治解决吧 现在稍微 这段时间稍微能够和平 但是呢也是经常有各种问题 特别脱欧上呢 到北爱该怎么样也是有问题 所以拜登呢 因为他有北爱的血统 替北爱讲话了 替这个 不是有北爱血 爱尔兰血统了 所以替北爱讲话 好那么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 讲着高端宣布二级解盲成功 紧急授权EUA最快7月初审查 陈培泽只既定剧本 毫无意外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嘛 大家不会有意外的啦 本来就是这样子 联合报 说高端解盲 保护力未知 专家职业无法与国外疫苗比较 食药署同日公布 紧急授权标准 因为高端解盲成功 没有人有意外啦 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也不也不只是说 当然他现在自己宣布解盲成功 他自己宣布 这样还送到食药署等等 去专家去审查的 不意外的原因就有两个啦 一位就是蔡英文加持嘛 一直说他没问题 没问题啊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 他现在用这个所谓蛋白 所谓蛋白 吃蛋白的组合做疫苗 副作用本来就比较小的 就这种方式啦 他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做疫苗 当然最重视的还是保护力啦 我打了以后 你就保护我多少嘛 那就保护力低就没意思嘛 那不知道 大家就不知道什么回事 到底保护力多少 因为他不做啊 他没有做三期你就不知道嘛 本来他们都不做三期的 因为太贵了 那现在呢 说做 那我认为呢 就讲讲而已啦 因为三期你可以看怎么做嘛 你可以很积极的做 一下做几万人 你可以很消极的做 哎呀我分很多期啊 我先做2000个啊等等 也可以嘛 那其他这些疫苗 取得了紧急授权 都是因为他们 做三期 而且几万人做 而且做了一段时间 而且有 三万到四万人起码在做 所以你还要给他紧急使用 紧急使用就是说 要救命了 等不及了 副作用小反正就救命吧 其实是这样子 你想这道理嘛 那问题是 他们原来没有做三期啊 为什么就贵嘛 就贵啊 通常他们要到国外做 因为国内 环境不适合啦 现在也许稍微适合了 因为也没有病毒啊 你怎么做呢 比如两组人做三期 一组打疫苗 一组没打疫苗 那都没病毒 那大家都没得 那什么比较呢 他要说一组打了疫苗 一组没打疫苗 到那个病毒区去结果呢 打疫苗的不得 没打疫苗得了 你制裁之后的效果嘛 那是他没有啊 他哪里去做 现在好像比较有这个机会做了 但是呢 可能还是不够多了 就染疫的还是不够多了 跟人家比起来 你一天几百人 那一天几十万人 很多地方都这样 那贵啊 他们说做一个第三期 大概六亿到十亿美金 你六亿美金的话 就差不多一百八十亿台币嘛 六亿不是说一百八十亿嘛 用三来做了 二十八点都成比较麻烦 六亿就是一百八十亿嘛 十亿就是三百亿台币 十亿美金就是三百亿台币 那现在 他现在卖八百多块一瓶 一瓶一针啊 成本八百多块一季 五百万计 四十亿 对不对 五百万计四十亿 他中有点成本吧 他不是说 通通是水 水也要成本啊 所以五百万计卖 国家给他出四十亿 算十亿成本好了嘛 扣到十亿 还有三十亿 赚三十亿了 那如果做一个三期 就要花到一百八十亿 到三百亿 他一年 他一年啊 他就说 卖了五百万计 也不过就是赚三十亿嘛 那我做三期 我要花一百八十亿 一百八十亿三期 六年耶 我通通白做耶 六年以后 搞不好 其他的新的病毒出来 这个疫苗又没有人打了 就像那个SARS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去研发疫苗啊 就SARS没有了 那疫苗就罢了 就算了 很多就做一半就不做了 所以他就觉得划不来嘛 我做 那现在因为他在骂他啦 所以你不做不做 你知道怎么到国际认证的呢 他就说我做嘛 我就是做个样子 说给你看 我有做啊 我有去国际申报啊 我小规模的做嘛 你要做四万人 我没有 我开始先做少一点好不好 等等 他其实我认为 他其实对外面交代了 他如果真的愿意做三期很好啊 我们给他鼓掌啊 如果真的愿意按部就班做 他当然太好了嘛 第一个你接受国际的检验嘛 第二个 台湾人打了以后 在全世界可以通行 现在各国都要搞那个护照 你知道吗 什么旅行护照 很快就要出来了 七八月大概都出来了 大家都在研究看怎么弄 那你台湾不是变成国际孤儿吗 你要变成国际孤儿 你人也变国际孤儿 你都不能去嘛 你看光说我们护照多棒 几百个 一百多个国家 免我们的签证 好像很好 问题是将来要另外一种签证 就是健康嘛 健康签证 疫苗签证 你拿不出来 你该的 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国际并没有认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大涨104点 涨得还不错 这个疫情 你说它有在加剧好像也没 就是一天200多个确诊 但是说减缓也没 那死亡的人数二十几个 28昨天 就不少 那有没有受到宏观调控 大家也在怀疑 就反正我今天公布明天 我就把那个数字搞得比较 不要太突兀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不少人打了疫苗 比如说昨天一个女子从美国回来 她打了两剂 不只只打一剂 已经打了两剂 这个BNT 在美国打的 为什么还会染疫的情况 44岁女子 4月在美国完成两剂的BNT疫苗注射 6月3号回南屯老家 咳嗽 流鼻水 后来呢 又发烧了 然后呢 就裁剪 良性 他们大概都有讲什么95% 多少%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打了疫苗不表示就不会得 只是告诉你说得了可以比较轻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知道有几个打了疫苗的 好像也没有完全信念 那年代 电视也很有意思 前两天说没有了 但我想说还好都没有 只有那个摄影 棚内摄影 摄影还分两种 一种是外面的摄影 是棚内摄影 是棚内摄影 那也是搞鸡飞狗跳 真的是 真的是鸡飞狗跳 因为它这个牵涉的广 比如说举例来讲 有这个造型师 那个吹头发的 造型师 比如在艺电视 或年代替那些主持人吹头发 那他可能不是专责的 他不是专门人家聘 他可能就是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自己可能有他的工作室 那他给那些人吹完 他就给别人吹呢 那就麻烦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在其他什么地方有工作呢 你也不能说 你不能他在其他地方有工作 你只能给我吹 你付他多少钱 我讲的是真实的 真实的 这个 有个染法 就这种整法师 那被他另外整到的人就很紧张 公司就要不要去上班了 你怎么好好的过几天测 测多测几次 看看怎样 像就是说 每个人的那个生活 其实范围都很广 你知道 你可能在这里 在那里 在那里 那里跟人家产生什么连级 交集啊 什么都有可能 那原来那天 他这时候 我一直觉得很怪 说11个阳性 第一天 测77个人有11个阳性 第二天又测200个人 11个人有阳性 最后PCR警察 通通是阴的 那怎么 到底是怎么做 这很奇怪啊 那我们怎么做 快筛到底准不准呢 对不对 以前说怕尾阳尾阴 那是 百分比很少啊 不会像这种 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我当时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 时间还不到 有些人的那个潜伏 病毒潜伏 还没有出来嘛 所以你做不到 那刚刚传出来 刚刚最新消息 两个 现在有两个了 有两个这个 疫电视的 或是年代的员工呢 这个染疫 有两个 那这两个呢 说之前做 还都是阴的 突然之间 一夕时间就变成阳的 之前阳的 去检查都是阴的 我真的觉得 到底谁给他们做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样的话 以后谁会相信 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呢 对不对 十一个阳的 后来就是领阴 其他阴的 有两个今天变阳了 要不然就是病毒很狡猾 做的时候呢 给你这样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那说当时呢 AZ有找我们代工 没谈成 第一个他说 陈时中说有人不喜欢 后来他解释 中国大陆有人不喜欢 第二个呢 就是呢 我们做不出 三亿剂的产量 这种东西就是 商业谈判嘛 中国大陆如果有人不喜欢 一定又是那个上海复兴嘛 总代理啦 总代理就是说 我是总代理啊 那你在台湾做就算什么 是卖给谁呢 卖给大陆嘛 但是当时呢 AZ希望台湾做三亿剂的时候 一定是希望台湾外销嘛 你台湾怎么消化得了三亿剂呢 你就算两千万人打 你就算四千万剂嘛 你怎么搞到三亿剂呢 所以一定是要去外销的 很可能就外销给大陆了 我认为 有人不满意 我都很怀疑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搞不好我们这边也有人不满意啊 大关于说 干嘛做好要送给大陆 疫苗要到大陆去 那另外就是说 做不了三亿剂 这东西有什么做了做不了呢 江本求利嘛 如果我三亿剂都能卖掉 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今天很多都是从泰国来的 从南韩来的 从卢森堡那边运来的 西班牙做的 我们到现在的疫苗 还没有一个是真的是原厂做的 都是授权代工的 我们不知道要用吗 知道要买吗 那只要原厂授权的 原厂监督的 那也还好了 那怎么办呢 可能他负责嘛 那所以说当时没有弹成AZ 弹成我们现在就有了 那现在呢 也不对 对对对没错了 AZ跟上海无关啊 上海复兴是BNT 所以跟上海无关了 那中国大陆有什么人不爽呢 AZ跟他有什么关心呢 他有什么不爽不爽都管他的 AZ是英国公司也不怕谁 所以我觉得他们讲话都 谁嘛 中国大陆谁反对嘛 那为什么反对以后 AZ就不跟你谈了 看起来是我们不要啊 不是人家不要 我最早听到一下也就说 人家叫我们做三亿剂 我们说我们做不出来不要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中国大陆 反对 他现在反对什么事都推一个中国大陆 那现在说呢 莫德纳 我们现在又争取代工了 那你当时代工不就好了吗 现在都是代工 你非要自己干 你自己干 会有问题的 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 煽动爱国心 这是很不道德的 就是人家健康不是爱国心的问题吗 那是两回事情 你就爱台湾 就用台湾的疫苗 这什么个逻辑啊 现在还搞着爱用国货 这个这一招 那你其他东西全部都用台湾货好了 通通不要外国外国东西 那人家要不要买你东西 最近这个物流是很严重 他们现在说呢 这个协调小房啊 协调机车来运送 现在物流筛爆了 因为大家不出去买 都靠物流 那物流现在筛爆了 好惨 现在有很多 这个不给你运送低温 那很多东西是低温的 宅配必须要低温 不给你 那都坏了 水果什么 很多都坏了 所以我讲这个事情政府 就是台湾以前没有面临这种 大规模的这些问题 一面临问题 问题就暴露出来 像这种后勤补给什么都什么 那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你政府要想办法 对不对 包括甚至军车啊 军方啊什么东西来支援啊 否则整个这个物流链就断了 断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跑出来买东西了 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收听 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